大家快點 安心 風格 在風格快點 路口煙霧瀰漫 民眾話急完 要遠景趕快抓人 因為這一團白霧 就從黑色轎車飄散 開到燒台 駕駛被拉下車 事發在新北市中和 男子沿途查撞車輛 前輪爆胎還硬開 胎皮嚴重變形扭轉 快要解體分散 宛如行動炸彈 民眾實在快要嚇壞 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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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大場面 凌晨4點 遠景當街攔車 破窗掏槍 對準白色轎車 附近民眾從住家往下看 第一視角視覺震撼 嚇壞 嚇壞 男子精神恍惚 他居然開車去撞人行倒機車 還撞糞格島 被遠景連拖帶拉 壓制在地 你叫什麼東西 自己講 煙燈是不是 招牠的拉 招牠的拉 事發在桃園平鎮 男子開車左搖右晃 被警方盯上 該駕駛 邊開車 邊吸食毒品煙蛋 也是挑戰公權力 新北淡水 漁人碼頭一帶 半夜一群男女 將近二十輛機車 上路炸接狂飆 警車就在面前 但這群少爺爺沒在怕 長按喇叭挑釁 狂吹油門 好幾個沒戴安全帽 他們幾乎把整條路堵住 被警方猛追攔截 他們又回走了 魚人碼頭 為不發現 其中四台是噪音車 魚人碼頭變賽車場 飆在囂張一時 被強力掃蕩 記者有 綜合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